唐卡在雪域高原传承已有千余年 这种曾被西方称为东方油画的艺术形式 讲究在方寸之间汇出万千景象 唐卡在绘画程序等方面与西方油画十分接近 其艺术形式和技法不仅受印度尼泊尔绘画风格影响 还深受唐代绘画风格和中原内地山水画影响 独具一格 唐卡中究竟蕴藏着哪些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符号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刘洋 近日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题材主要是以宗教为主 但是它又涉及到历史 政治 经济 文化 民间传说 世俗生活等各个方面 所以说也被称为藏文化的百科全书 传统唐卡从内容上讲它又是整个藏族文化的极大成 包含历史 山水 人文 藏衣 天文 历法等 唐卡它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功巧名的具体体现 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2006年 唐卡入列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 更加受到国内外爱好者追捧 唐卡曾被西方人称为东方油画 那么其艺术表现形式与油画有何差异 唐卡被西方人称为东方油画 其实这个是在于它的表现形式和绘画程序 给于油画十分的接近 在唐卡绘画前 需要对画布进行绷画布 刷胶 打磨这些工序 在打草稿的时候 用木炭条或者铅笔在画布上面打轮廓 勾线条 还有后面的上色 整个流程给油画非常接近 所以说一些刚接触唐卡艺术的西方人 都会把唐卡艺术套用成东方油画 唐卡有了国画 油画不同的审美特征 它既有异象造型的基本审美性 又充满了象征性和唯美性 这样就构成了唐卡独特的审美特征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 各个民族在交往 交流 交融中 共同进步和发展 唐卡的传承和发展 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精髓 唐卡见证着汉藏交流的历史 其绘画元素也与国画互相影响 从它的艺术形成上来看 唐卡既受到了唐代绘画风格的影响 中原青绿山水样式也得不断地融入到唐卡画中间 在唐卡的发展过程中 大量地吸收了内地山水画和公笔画的规律和技法 在土博时期 那个时候呢 孔子的圣民就随着唐博之间的文化交流 而远博到西藏 并且得到了赞助民众的文化认同 在有一副清代的神辩王孔子 就是孔子楚吉 这个唐卡画中啊 孔子呢就作为儒家的道德圣贤 也被西藏的民众改造成了圣神王 三位一体的公子楚吉节部 这也说明啊 历史上中原汉文化对唐卡表现的内容产生了影响 刘洋说文化的融合带来了创新与发展 通过大胆的想象与唐卡元素自由组合 运用唐卡绘画各种表现技巧 形成独特艺术风格 被称为新唐卡 新唐卡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既是当下的又是对未来有所启发的 把美术教育和民间美术相结合 寻求民间美术现实生活和当代艺术的融合 是推进唐卡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 今天人们应以更开阔的心境和多元化的思路 更积极地传承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